各位目科王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欢迎来到Spring Boot的深度时间的第三节 理解Spring Application 那么本次课程我们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Spring Application的准备阶段 第二部分是Spring Application的运行阶段 第三部分是Spring Application这一节课的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首先要解释的是什么是Spring Application 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官方网页 在官方网页的头一章Spring Futures里面 它就介绍了关于Spring的一些特性 那么其中第一个特性就是关于Spring Application 不过这个官方并没有给它下一个定义 它只是告诉它这是一个类 然后提供一些便利的功能 引导我们这个Spring的程序来进行启动 在一个Mate的方法里面 那么这个Mate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Public Static Void的Mate这个方法 那么在我们的前面两张 我们也进行相应的介绍 在后续的章节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相关的特性 包括这个错误分析报告 等等如此类的特性 我们本次课程 不只是要介绍官方网页里面提供的特性 而是要深度理解Spring Application的 相应的生命周期 以及作用预誉 包括它相关的一些圆满一些分析 我们简单的把这些东西穿插起来 并且为我们后续的课程 做一些铺陈 其中包括外部化配置 以及事件这样的机制 当我们理解到这些相关的特性 我们对后续的课程会非常的方便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我们本次的一些基础的技术 以及相应的知识点 我们下期待